我們師父 歡迎帥哥請來 吳平熊的師父 鳳叔好 各位媽媽大家好 今天也是要來小補一下 對 而且今天這個真的 剝你的肝 給你臨心必猜血 沒錯 沒錯 平常我們都吃鹹筋 對 今天我們吃的是辣椒 更厲害了 今天比較大顆一點 所以我們來買這個 來 用這個來剝 對 辣 有沒有 用辣來補過冬 文革 立冬了嘛 吃辣 這個蛤蟆這個你要回去 你就稍微讓它吐殺一下 加一點鹽對不對 加點鹽 讓它吐殺一下 來 做一個日式隔離蓋飯 日式料理耶 你只要走進去都不便宜 趕快來看一看 好 來 其實這邊食材主要 你要把它記住 這兩個 還有這個洋蔥 還有這個蛋 那其他部分 可以隨意組合 隨意組合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一盤 這盤是什麼 就是它一個醬料 你一定要把它抓好 這個準備好之後 就蛤蜊把它吐殺骨好了 來 現在我們就移過來這裡 好 現在鍋子 會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不要放油 不要放油 不要放油 要放什麼 直接就把這個食材 乾淨油 它甜味的 把它堆疊起來 其實這個蛤蜊蓋飯 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一個不油的補冬料理 對 最重要的就是 它堆疊的香味很重要 一定要把它帶出來 譬如像洋蔥 洋蔥 它有甜味 所以有半顆吧 對 有半顆的量 它有一股的辛辣味 所以放在最底部 你看這一有溫度 那個嗆過就出來了 它待會熟了就變甜了 就變甜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個裡面 我不加任何 有的人會加一點油去炒它 可是我不加油 原因就是很簡單的 我讓它全部的甜味 鎖在裡面 等一下我的醬汁進來之後 跟它的香氣就會做結合 你就稍微把它乾 烙烙一下 我第一次看到洋蔥不放油炒 直接就不乾煸它 因為本身這個 洋蔥本身還是這樣 它深度就出來了對不對 現在有一個在裡面 因為我們這個洋蔥是逆紋切 所以它熟成速度也會很快 很快 對 好 來 這個好料 來 再來另外一個 菇類 菇類 下去甘草 菇類甘草香 香 對 節目中有講過 我有看美食說不可以 那你有看 都在準時收看 我只能準時 每天都站在這裡看 那你覺得那個張波斯主持得怎麼樣 很不錯 不錯 對 媽媽都說讚 媽媽都說讚 對 來 沒有那一股燒味了 沒有嗆味了 甜的 甜的 這時候把火轉小 甘草沒有加油 有 你知道那一湯匙就一百卡了 省掉一百 沒錯 來 現在已經把它弄好了對不對 香氣出來了 來 這個有這裡 薑 薑絲 你就把它鋪進來 蓋飯為什麼要放薑絲 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們今天的是蛤蜊 蛤蜊 蛤蜊本身 海鮮都要放一點薑 對 去腥還有本身比較冷 所以你絕對要一點薑 雖然我們這道菜很符合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季節吃 而且就暖胃暖胃的 那這個放好之後 你的蛤蜊你就把它鋪上去 就算一層一層用疊的 用疊的 要蛤蜊打開那個湯 還會被洋蔥吸走 對 互補 來 這個把它撲起來 好 來 鋪上去之後 來 一樣 來的水 水 就是水把它加進來 少量的水 去補足我們等一下的一個 湯汁的需求 其他的水分來源就是蛤蜊 這些醬嗎 對 好 來 剛剛有說 第三個很重要就是這些醬 怎麼這麼多碗 為什麼會排著這樣子 因為你說胖嗎 看不懂 這個一碗等於一大匙 所以兩大匙的米酒 兩大匙的惠菱 兩大匙 一大匙的醬油 那為什麼醬油一大匙就夠了呢 你很鹹啊 對 媽媽 你聰明啊 我應該忘記了 鹹鹹鹹 你不是 甘不要鹹 也不要鹹 還鹹的 醬油先淋進去 來 我猪褲就知道了 開始不記得你知道嗎 真的 我還給它一匙鹹下去 我還給它剪鹹餅 就先放兩口 鹹鹹 來 按照順序把它淋進來 它就開始開了對不對 好 來 現在蓋上蓋起來 蓋上蓋起來 轉成小火亮 小火燜開 讓它燜開 那不要開大火 開大火雖然蛤蜊很容易 就馬上就開了 可是蛤蜊的肉會很容易 揮起 不能揮起 揮起就覺得不厲害 對 尤其你吃這個蓋飯都不開心 對啊 很大大 你會覺得現在的隔離是不是沒份 而且湯味太多 對 不然比 比這個要煮一顆粥 煮一顆粥 來 一顆蛋 現在把它打開 一顆蛋 這個你可以做蛋包 你去做蛋包也可以 或者是我今天直接就把它打勻 淋在上面 直接淋上去 因為打勻淋上去的好處就是 可以把旁邊周圍的湯汁 再把它收一下 而且它可以拌飯 對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補到 又有雞蛋的營養 然後又有蛤蜊對不對 沒錯 夠乾 對 好 來 現在我給你頭看這個 好香喔 你看它湯汁出來 可是有一點薑 這個味道完全就對了 一定要帶點薑 對… 這個季節 這個季節跟媽媽講 不管你吃素的 或者是你吃混的都一樣 都帶一點薑進來 好漂亮喔 這到小火 肉才不會一下乾掉 對 那現在是放蛋嗎 來 等這一顆 這兩顆 動一下可能就開了 差不多 開了… 好 來 現在火就打開 一定要在大火內把蛋淋進來 收汁的程度就會比較平均 整個都是蛤蜊的味道 好像拼了 覺得很薄 對 現在兩顆不熟對不對 這個蔥花就把它撒進去 蔥也要熟 就把它撒進來 一定要熟 對 來 把火關掉 蓋一下 這個時候就利用這個溫度去 那你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盛飯出來 好棒 旁邊你看 然後準備什麼呢 柴魚片 還有一個就是七味粉 這個其實 七味粉它可加可不加 這個因為你加進去就是 敢吃辣的就加 不敢吃就不要加 因為這個季節 像我們小朋友喜歡吃這個 他不敢吃辣的就不要加 光這樣盛盤就很讚了 這個季節還比較建議說 有點帶辣的感覺 來 就這樣滑進來 太高期了… 滿滿的營養 有補嗎 真的是超補的… 這還不補什麼補呢 不是一定要吃薑母鴨才叫補 不是… 像很多媽媽認知就想說 一定要吃薑母鴨有沒有 真的 其實你的食材做對了 不是要麻油雞薑母鴨才補 你看這個補不補 很補喔 好 來 柴魚片子就把它撒上來 小朋友就超愛的 在上面 還會跳舞 你看 還活的 你看 七味粉 就把它撒上來 好了 燒菜 太棒了 哇 來… 上菜囉 裡面它有湯汁 然後也有那個蛋 好香喔 洋蔥的甜 然後今晚就吸在飯裡面 超讚的 這真的吃起來很補 你說什麼叫做 叫做那種 吃起來很過癮 整個都是辣 過不過癮 對 超過癮的 而且因為 我們剛剛那個鹽減 對不對 醬油減半 所以剛剛好 味道剛剛好 那個醬油就是一湯匙的感覺 所以我們這個辣 味道也是這樣子剛剛 蛤蜊 我們這個蛤蜊的鹹度 加那個一匙的醬油 味道剛剛好 不會太鹹 吃飯也可以補 對不對 就是記得 擠個撇步 要一層一層的疊 不要加油 甘草 然後然後在 蛤蜊下去的時候呢 要開中火小火 對 慢慢的讓它開 蓋住在淋上我們的蛋 這樣味道就完全對了 記得醬油要減半喔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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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